听到音乐 民众拿出一袋又一袋的垃圾 等待垃圾车到来 你没看错 桃园市复兴区大年初三 垃圾车就已在街上清运 这可能是全台少有的景象 过去我们只要过了三天以上的垃圾量 就会暴增 那这次春节又加上有樱花镜的开放 整个开放过来的垃圾量 就势必一定会增加 大量垃圾加上复兴区 清运点相隔遥远 增加垃圾车不少来回趟树 就怕年后开工人力无法附和 清洁队协调决定 初三早上八点扎开全县情运 也是对环境有帮助 因为我们放久的话 也会直升一些细菌 如果是初五说垃圾真的是 对那个做生意来讲 就可能是一种负担 因为会比较脏乱 然后垃圾帮往哪里丢 如果是像我们这些观光地区的话 如果垃圾都摆在路边 真理是不好看 过年加班辛苦 为了减少情运人员负担 清洁对呼吁民众 做好垃圾分类 并尽量将回收物体积压缩 另外提醒 打火机 瓦斯罐等 切勿丢进垃圾车 以免酿成火灾 有些新闻 而许家荣桃圆复兴采访报道